Hello 大家好 我是潘大师 欢迎收看订阅我的观战 来关这把喀哥的佣兵啊 来学习一首喀哥对吧 男主角佣兵救人 面对的是一个张狂雕刻带传送的 那是张狂加挽留啊 张狂加底牌带传送啊 这打法也不是没见过啊 最早见的时候是在日服有这样的一个打法 然后慢慢的国服也有 这边一刀抽 哎呦 还夹了一下 舒服啊 这一夹那机械师这边很难玩了 不过还好 就是毕竟娃娃在外面嘛 待会看一下这娃娃能修多少 机械师 可救 可救 毕竟这套阵容是比较硬的一套阵容 可救 不过两刀刀二阶 看情况吧 看他们想不想救 这个是可救的 但是呢 救的一个风险也不小 就是救下来 然后介石理论上面来讲是遛不动的 遛不动了以后 吃一刀救人 然后介石倒地就是二阶的一个雕刻家 那么后续这个雕刻家就对吧 非常的恐怖了 卖掉相对来讲 宝瓶有机会 对 但三人开门战 要承一个三跑嘛 也比较难 而且还不一定盘得到这三人开门战 主要是看这边就是如果真卖掉以后 看主动权是在雕刻家手里面 看他的一个盘那个 呃 后续第二波节奏的一个能力了 他如果说击倒的快了 就雕刻家就直接赢了 这里 来镜头给到喀哥 喀哥这边好像是想卡死就一波 可以啊 耳铭先给到 然后这边的话应该头粉上在打娃娃吧 对 打娃娃 那这边注意力全部 哎 喀哥已经露面了 来 镜头给上 喀哥这把的话来的比较早 救人 救下来帮帮下板子 雕刻家这边的话 其实是不知道他是什么技能的 这什么情况啊 我没看见啊 这雕像怎么打的呀 哎呦 测傭兵 呃 赶紧近距离移情嘛 这边挂飞 我们看一下这边近距离移情 外面两台技能点掉 还差一台 雕刻家到二阶了 那他只要能找到心理学家 我觉得这把就稳了 只要能找到心理学家 呃 如果说慢慢的打控场 像这样慢慢投粉场去干扰各个点位的穷者呢 那穷者还有拉扯的空间 就怕 现在就怕了就心理学家不能露面啊 然后傭兵什么的嘛 最好去把街市的遗产娃给剪了 傭兵啊 前锋啊 反正能用道具的人啊 先去把这遗产娃给剪了 因为遗产娃这边还有台遗产机 机子用完以后待会还可以贴门的 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娃其实还是蛮关键的 对于全者来讲想要宝瓶的话 这个娃其实非常非常的关键 找到前锋呢还行 对于全者来讲 反正找到前锋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这里 傭兵 找到心理学 找到心理学有点难 哇去雕刻家这波伤害打的爆弓 还差一组 还差一组 哈哥这边是没有去捡这个娃 他可能应该也知道呀 机械师肯定就挂这张椅子 这个娃捡了对吧 大家都不需要走过去修 前锋这边的话撞救吧 机子刚好点完撞救 还差一台青鸡啊 应该还差一台 差一台遗产 那个心理学有一台遗产 前锋的话这边撞救他得拉一个非常大的球来精度给他小铁 看一下这边有块板子 这块板子可以啊 可以下的这块板子 直接拉球吗 也行 抓 好的 救下来 卡哥这边是重新修的一台 嗯 这把就是这个娃娃没有剪 当时我们可以从上一条看 如果说当时佣兵 卡哥这边剪了机械师的娃娃 遗产娃 然后用娃娃补掉 娃娃的遗产机 然后他就可以直接修沙包这边的一个现在修的一台机子了 那这样的话整个密码机的进度要快很多 嗯 现在的话前锋还有一波撞救的能力 但雕刻家也知道 我如果放你修密码机 我这个局可能会被你们盘活成一个三人开门战 三人开门战再来争一个三跑呢 再来争一个三抓呢 相对来讲的一个难度要比守住密码机难一点 他这边人站住密码机 主要卡哥跟小铁开黑的 所以说应该是没往这层去想 他也不知道这个娃娃到底有没有被打掉 到底剩多少 好 看到卡哥了 一个护铁也跳走 还是打中了一下 还是打中了一下的话 这边消耗你道具嘛 道具消耗完了以后 那边的话应该是状态不好以后是直接开始修大房的机子了 佣兵这边的话拉开啊 不倒遗产机就行 一波雕像 卡哥还在拖 还在拖 机子70%几 那前锋 传送 这里传送的话直接打一刀密码机亮 直接点亮也行 没有挽留的 传送交了 好像有机会 这边卡哥还能直接点门 传送已经交了 那这里保平了 前锋这边还撞一手 来镜头给他小铁 这把一个主角就是小铁了 撞 好的 然后翻出去 看地窖 看地窖 对于小铁来讲的话 这边盘到地窖的一个位置很关键 心理学亚这边应该是有机会能走的 因为卡哥这边点完门以后 不过他也没办法 他这边状态不太好 他这边状态不太好 这边状态不太好的话 那就是要心理学亚跳地窖 然后前锋这边走门 前锋这边因为雕刻家对他没有任何的兴趣 这个时候要不要切个插眼吧 他底盘没有交嘛 切个插眼什么的 封住这边的位置 还在走 一刀打 所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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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你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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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开 扭开 差了一点点 差了一点点 这一刀如果能扭掉的话 就距离拉开了 不吃这一刀 然后往回走的话 应该是跳地窖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 娃娃没剪有点可惜 感谢观看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 拜拜